读者们发现,这些气候研究的资料还有数据都有着被刻意修改过的痕迹 而修改过的地方都是为了要让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 哈喽,欢迎收看GoGoAnna 今天我们会来看一下全球暖化的问题 相信大家对这个题目并不陌生 但是呢,在世界各地,全球暖化的成因重做纷纭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答案呢? 根据绝大多数的报章,研究以及环保机构表示 地球变暖是因为过多的温室气体造成 因此啊,政府不断地呼吁市民要警惕碳的排放 甚至征收碳排放税来控制所谓导致气候暖化的源头 但奇怪的是,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界一致的认同 甚至有人怀疑,地球暖化其实并非因为碳排放导致 而是另有其因 那么到底,真正的源头是出自哪里呢? 如果各国的政府明明知道真相 那又为何仍然放任传媒以及机构大肆的宣传呢? 接下来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所有官媒 是如何定义全球暖化吧? 全球暖化是指到大气跟海洋当中的温室气体过量 包括了二氧化碳、甲烷、水蒸气等等 令到地球如同在温室里面被厚厚的气体所包围 使太阳照射进去的热量难以散去,导致到温度升高 其而引发了各种极端的天气 比如是干旱、暴雨、热浪等等 对于全球暖化这个气候危机 人们纷纷归咎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 比如是使用化石燃料、清理淋漠、还有干粽等等的活动 导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加速了温室效应 根据次量一记录 在1860年至1900年期间 全球陆地与海洋的温度上升了摄氏0.75度 至1979年开始 陆地的温度上升速度比海洋的温度还要快一倍 还不仅如此 在近年,各国也在不断地创下高温的历史记录 也就是说 全球暖化有明显持续上升的摧氏 正因为如此 各国也开始关注到全球暖化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听到 氯化环境、减少碳排放量等等的环保指引的原因 但治病要限制本 这一切种种人类的活动 到底是全球暖化的主因吗? 而政府的环保指引 又是否能够产生制本的作用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要说全球暖化是个骗局或者是阴谋 原来在过去早就有根据了 这个说法是源自于2009年的11月 发生在英国的气候门事件 当年,临近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地属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研究小组 被骇客入训伺器 盗取以及公开了超过1000封1996年以后的电邮 超过了3000封的内部文件 以及关于温室效应研究的一系列电子邮件还有档案 读者们发现 这些气候研究的资料还有数据 都有着被刻意修改过的痕迹 而修改过的地方都是为了要让二氧化碳 成为全球暖化的罪魁祸首 其实呢,现境并不只是地球在暖化 而是整个太阳系也在暖化 惊讶吧 接下来的资料也可以在NASA 还有一些研究九大行星的网站上面找到 我们先来看一下水星 NASA在2008年派出新彩号太空船 结果发现水星的磁细圈还有磁场 与70年代水手十号太空船所建的强大得多 一年之后,NASA在2009年更发现水星 出现了比想象中更多的电磁龙卷风 也就是说,在一年里面 这个星球表面的电磁龙卷风 已经是密集了很多 很明显是有个很强大的能量 打进星球而导致的 而金星则是从1978年到1999年起见 表面的绿光增加了2500% 也就是25倍 这个同样也是需要很大的能量 才能够使到整个星球所发出来的能量达25倍 所以啊,这个现象也一定不是来自他自己的 在1975年的时候 火星是没有臭氧云的 但是,臭氧云却在这30年之间出现在火星上面 这个就证明火星也出现了星球暖化的现象 它的冰盖,好像地球的南北极 同样也出现了融化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一下木星的微星罗 它的等离子环面 从这个等离子的环面 是能够看到那个星球的能量的 从1979年到1995年就增加了200% 而它的带电离子在这个期间也增加了50% 从1973年到1996年增加了1000% 也就是10倍 它的表面温度增加了200% 同时呢,在木星表面 那个很有名的白色椭圆点 在1997年9月直到2000年9月 这三年期间开始消失 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木星正在转变了 专家们相信木星在这一种情况下 10年之内会上升18度 如果这些任何一种气温转变放在地球 这样人类就不可能生存下来了 也足够证明了地球变暖 并非因为内部的力量 而是整个宇宙也被同一个力量 而引致整体的能量上升 按照澳洲温室气体办公室工作的 前气候模拟专家 用有6个应用数学学位的电子工程师 Dr.David Evans的研究发现 全球暖化是由太阳黑子活跃导致 太阳黑子乃是电磁波 越来越多的波频 从宇宙空间以外打进地球 这个就如同把鸡蛋放在运作中的微波炉里面 波频会导致鸡蛋的温度上升 熟透甚至爆炸 而结论是 全球暖化是从地球里面的热能散发出来的 并不是因为过量排放二氧化碳所致 听到这里 聪明的观众朋友们是否已经猜到 是什么庞大的力量进到宇宙当中 没错 就是我们一直积极到的尼比鲁的书先 最后 我们又再回到全球暖化这个议题上面 大家可曾想过 为什么各国要联手 隐藏这些资料 甚至要设计最长的骗局的真正意义呢 讲到底啊 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操控民众的思想 并且有借口向人民征受贪税 还可以压抑别的国家发展 在2013年 罗格斯大学社会学教授泰德·郭哲尔指出 参与全球暖化研究的科学家还有机构 也是全球科学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进行操控性的一场骗局 美国的作家 制片人 格林贝克也都批评 全球暖化的宣传活动 是制造一个无形的敌人作为目标 用住假的威胁 团结整个世界当作退手的靠山 让退手能够顺利地夺取权利 并且 人们也从气候门事件已经证实了 美国政府一直都是整场骗子的角色 美其名过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暖化 因而征受了二氧化碳税 而证实的情况是 现金的地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少二氧化碳的时间 不过 无知能纳税人 仍然是梦在鼓里 除此以外 在20年前 美国的前副总统过提出 人类工业化是导致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美国因此大力地推动环保减碳运动 企图减慢国家的发展速度 而这一切其实并没有科学的根据 只是整场全球暖化议题 变成了操控民主的手段之一 利用假的数据制造一场闹剧 让大众不仅被梦在鼓里 更是乖乖地一群咨询者的方向前进 好了 那么这一次的提问是 从以下的资料显示 你们认为春仙暖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A. 自备利用的政治手段 还是B. 相信问世效应的说法呢 帮你们想法在下面留言区告诉我们吧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